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irle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 我是怡婷 講到武俠宗師 大家第一印象應該想到的就是霍元甲 那我們對於霍元甲的印象 可能都是從一些影視作品而來 他非常的厲害 左打西洋大力士又踢東洋柔道隊 不過歷史上真的有霍元甲這個人 但他的武功是真的如電影般 所敘述的這麼的神友嗎 另外其實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就是霍元甲有個好朋友 他叫做農敬孫 那兩個人好到什麼程度呢 據說兩個人形影不離 那究竟霍元甲跟農敬孫之間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接下來的影片會告訴大家 霍元甲身手矯健武藝高強 行俠仗義的一目形象深植人心 不過您知道嗎 年少時期的霍元甲手裡拿的 不是刀劍也不是槍棍 而是一本又一本的書 原來霍元甲從小體弱多病 以開設標局為業的霍家 家傳武藝彌宗拳 在天津近海一帶破腹盛名 那什麼叫彌宗拳 其實彌宗拳的重點就是 指上打下 就是聲東擊西 比如說像這樣的動作 好像就只是揮個手而已 其實它就是 這個動作上去 這個東西過來 這個能打就打 眉燒 打這個三叉神經 打這個頸部 就靠這種腰的動作 擔心壞了家族生育 父親霍恩底決定不准霍元甲練舞 只讓他讀書 他小時候身體比較差比較弱 所以他的父親認為說 他不適合學舞 當然也希望說家裡面 能夠出一個文才 能夠直光耀門湄 所以就不讓他學舞 讓他的其他的兄長去學 眼看著兄弟們習武練拳 自己只能在書堆裡埋頭苦讀 心有不甘的霍元甲 白天趁著父親傳授記憶時 悄悄地把一招儀式全都記在腦中 晚上他就在村子的早齡深處 苦練偷失而來的招式透露 後來霍元甲偷練的行徑 被他父親察覺 他的父親怒刺他不聽話 那霍元甲趁機向父親要求習武 並且保證絕不入籍霍家門面 他的父親才肯教霍元甲習武 時間來到1890年 一天一個武行打扮的男子來到霍家 他自稱久仰彌宗拳絕技 特地遠道而來請教 怎料他話已說完 就對著霍元甲的哥哥霍元親 直接動其手來 外來的一個武師來他們家來踢館 結果他的哥哥沒有打贏他 但是弟弟上來以後 就一下子就把這個武師給擊倒了 這一幕讓霍元甲在內的在場 所有人都驚呆了 大家萬萬沒想到 這日躲在棗林裡的霍元甲 竟練就了這般功夫 回過省來的霍恩帝 把霍家三兄弟叫到跟前 從今天開始 我叫你們霍家拳 元親 你跟元甲過兩招 大陸請 請 隨便 左轉起伏 神形似水 左轉起伏 左轉起伏 神形似水 夥伴甲武藝高強的名聲 開始在小南河村傳了開來 不過夥伴甲算是大器晚成 他威震天津味的事蹟 始至他二十八歲 他在這個碼頭 做了這個碼頭工人 這一段時間那就是實戰 完全是實戰的經驗 為了生計 霍元甲挑財到天津去賣 那當時天津有一批地痞流氓 仗勢欺人 對那些貧農極盡敲詐勒索之人事 所以見到霍元甲挑財來賣 他也毫不客氣挑釁 霍元甲跟他們平離 但是那些地痞流氓 瞞恨不講理 所以霍元甲一氣之下出手教訓 這十幾個流氓被打得是抱頭鼠竄 自此之後 霍元甲的名聲就逐漸響騙天津城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 霍元甲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貴人 農敬孫 農敬孫早年曾經流洋到日本去留學 在日本就加入了同盟會 而且還認識了孫中山 判斷就是從日本回到中國以後呢 就成立了一個懷慶藥戰 在懷慶藥戰這個藥局裡頭呢 他除了表面上幫人抓藥或看病之外 私底下可能還是一個同盟會的接口單位 我們有時候看一些電視或電影 把農敬孫想像成好像就是霍元甲的跟班 或者是好像霍元甲家事很好 他吃他吃 其實這個剛好反過來 霍元甲家事不太好 是農敬孫家事好 他很有錢 所以他等於其實是霍元甲的老闆 那霍元甲受僱於這個農敬孫 然後在藥戰裡面發展 那從一個幫手 後來一直因為很能幹的關係 就做到掌櫃 那他為什麼要讓他進藥戰裡面工作 一開始是碼頭工人 那是因為他可以很有力氣 別人扛一包的這個東西 他可以扛三包四包 農敬孫以藥戰作為掩護 表面上四處採購藥材 私底下結交革命制式 他廣結武術名家和眾多邦會 為推翻滿清做準備 而霍元甲走進了這樣的一個環境 等同一走進當時中國 思想最前衛的一塊領域 他學士非常淵博 經常給霍元甲講一些中外故事 使霍元甲眼界大開 所以後來霍元甲之所以可以 從一介武夫 蛻變成思想進步的愛國武術家 跟龍敬孫稱得上是息息相關 耳濡目染之下 同盟會驅逐達魯 推翻地質的理念 在霍元甲的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 只是當時的霍元甲還不知道 1894年7月爆發了一樁大事 竟逐漸地將它推到了台前 1894年7月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清廷北洋水師節節敗退 當志遠艦被日本海軍 以猛烈的炮火集成於黃海 北洋水師宣告全軍覆沒 直立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代表清廷 簽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消息傳回北京 有勢之勢一片嘩然 只是在慈禧 袁世凱等頑固守舊設立 強力鎮壓之下 歷時103天的變法 這白日違新徹底失敗 改革之勢成為炮影 光緒皇帝被慈禧監禁 成為了無家之囚 至於務虛變法的主席者 康有為 梁啟超 早已聞訊逃出北京 只不過包括譚四銅在內的六位大臣 可就沒那麼幸運了 最後譚四銅被捕 王武知道之後 聯繫武林人士來去準備營救 據說聯繫的人中也有貨源家 不過營救行動遭到譚四銅拒絕 不過這執掌朝廷文書的軍機成子 譚四銅又怎麼會與武林好漢搭上關係呢 所謂的王武的由來 是因為他的排行第五 所以叫王武 其實他的本名叫做王正宜 另外他的這個字號叫王子兵 在江湖上面 因為他善用這個單刀 是一把大刀 他就稱為大刀王武 我們判斷譚四銅那個時候 也非常需要民間的奧援 所以開始被光需皇帝重用的那段時間 白日維新之內 積極地接洽了大刀王武 兩個人就是一文一武 常常在一起切磋 那也影響了這個大刀王武 對這個 務須變法 政變 這件事情的關注 所以當譚四銅被捕的時候 被抓的時候 他是想辦法要去營救 旺門頭齒 絲章檢 人死須於帶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下 去流肝膽 量昆仑 在牢房裡留下了這一首 獄中提壁 過不了多久 包括譚四銅在內的 務須六君子 全被壓到了北京太室口 只見筷子手手起刀鍋 六君子卸進法廠 王武冒險為他收屍 那運回湖南流洋家鄉安葬 一時成為金城美壇 都說造化弄然 不久大刀王武也遭遇了 極其相似的命運 義和團的大師兄 張德成等人 九目大刀王武之大名 特別請他出山 一起參加八國聯軍的作戰 不過義和團遭到北京百姓怨恨 因為他們到處燒殺嘛 那所以後來聯軍進城之後 王武被鄉民只認為匪首 那清廷因此將他逮捕 逮捕之後送到德國陸軍手裡 後來就把他給槍斃了 那槍斃之後呢 他的頭顱就被釋中 復原甲不忍一帶大俠如此之遭遇 特別把他的手機趁夜偷下來 好好的安葬 西方列強的槍炮聲 譚思彤與大刀王武的犧牲 再再地震撼了霍原甲 覺醒的民族意識在他心中回盪 一九零九年上海來了個 叫奧皮英的英國大力士 他在張元射雷比武 奧皮英登報誇下海口 要與華人角力 同時又譏諷中國人是東亞病夫 不要輕率嘗試以免喪失性命 上海人對奧皮英的挑釁言論 十分憤慨卻有苦惱 因為當時上海欠缺武藝高強的武術家 就在這個時候 有一群人想到了威震金門的霍原甲 因為他的老闆農金孫的關係 當然還有就是跟陳公哲啊 陳鐵神他們的說服之下 就到這邊來發展 奧比英涉於霍原甲的威名 不敢直接應戰 要求霍原甲先拿重金做賭注 並規定比武時不得用指戳 足勾等中國武技 那想以此來逼退霍原甲 沒想到霍原甲毫不在意 一一答應下來 到了比賽當天 上海張園裡裡外外 早就人山人海 瞬屑不通 人們都在盼望著霍原甲得勝 好為中國人出口怨氣 只不過結局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但是因為霍原甲當時名氣還頗大 所以據說這個奧比英 不戰而走 也留下了一段佳話 就是他沒有動一拳一腳 就贏了這個英國大力士 奧比英被霍原甲嚇跑 上海人民拍手稱快之餘 卻又遺憾沒能親眼看到 霍原甲的高超身手 一時之間 崇尚武藝強身報國的氣氛 在上海蔓延開來 陳其美 農敬孫等同盟會人士 眼見機不可失 索性打鐵趁熱 1910年6月1號 霍原甲在農敬孫等人的幫助下 在上海創敗的中國精武體操會 後來改名為精武體育會 教授霍家祖傳的迷中拳 同時撇開門戶之間 廣召各路高手 曾中山寫了一個 尚武精神四個字 尚武精神可能是稱讚霍原甲 也可能是稱讚他們整個 這樣一個精武體育會或體操會 底下的所有的成員 希望能夠因此而讓中國人 在體育體操跟練舞 習武的過程當中 能夠強健身心疲魄 建立起一個富強的國家 霍原甲終於在他42歲這一年 在遠離他家鄉的繁華上海 迎來了人生的巔峰 背負武術大師的聖名 這也讓霍原甲 再度站上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到上海要跟精武門的人 挑釁的就是日本的武士 他們帶有某種政治目的 希望能夠壓制同盟會 因此也向霍原甲挑戰 霍原甲先讓他的徒弟 劉振昇上場 那劉振昇以盡自動連敗舞人 那當時日本領隊非常懊惱 子民要跟霍原甲較量 霍原甲參與上場 那日本領隊就知道霍原甲很厲害 那於是他就想要用黑手傷人 但是被霍原甲識破 所以霍原甲虛晃一招 用走很苛其背 日本領隊的手臂當場骨折啊 後來只好乖乖認輸 一派說法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跟日方這部分來做結怨 所以日本人想盡辦法 就想要害死霍原甲 比賽過後 日本人特地舉辦一場宴席 招待霍原甲 徐堅聽到霍原甲患有嗆咳症 就介紹一名日本醫生為他看病 當時有一個日本的醫生叫邱野 他毛遂自見來看霍原甲 還跟他提供了一種日本人單 說是可以治病 胸懷坦蕩的霍原甲沒有多想 他欣然接受了日本醫生的藥方 只不過服藥過後 霍原甲的病情非但不見好轉 反而逐漸惡化 不到一個月時間 一九一零年九月十四日 金門大廈霍原甲從此離開人世 五次 六次 小雲 一九二二一二三一四 五次